D100 因此D100是不赞成 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 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 或者其他渠道 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且建议自己有 不要轻信中介因此而蒙受损失 如有任何投资资讯 直接或间接 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损害 与本台无关 D100也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大家好 欢迎收看虎炮猎奇的YouTube直播版 首次放在直播YouTube频道里面 很感谢这位嘉宾 就是Ming仔 多多指教 多谢Ming仔 多谢光丝 因为我对你的认识 就不是很深 很浅的 因为我就是给你那段 你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发生了一件这么大的事 我就去看到你的影片 我一直从那一刻开始去追 那段影片是一个 最初我不知道什么事 我就知道你身历其境在那里 然后再看到一个 你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原来所有的事 只要战争一开始那一刻 一秒之后 所有的事都很虚无 这也是我那一刻最大的感受 因为我看到你 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去他家吃饭 他只要收到一个信息 一个是国家给他的信息 所有东西全部归零 是 重新你所有的主要 你所有的生活计划 什么都不重要 你的兴趣 你的努力 你将来想做什么 他很想创业的 没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你给我的感觉 终于有一个 不是终于 譬如说那个旅程 我事前 我事后再看 原来你只是真的要去旅行 你打算是 是变成一个很多时的 荷里活的影片 你去旅行 最初是很开心的假期 去到旅行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然后结尾就是要赶上飞机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 你说的历史也说得多了 你说的旅游节目也说得多 因为之前你也会说很多西方的历史 你有没有想到这次真正亲身触触那历史 因为已经发生了一件事 他那边已经在放弹 然后 那怎么办 现在我的问题 难道真的好像荷里活 那很糟糕 那时候就要立即没办法 你不能再逗留下去 而立即要离开 其实那一刻是很可惜的 我那一天发生战争那一天 我计划了一个日程 想着去巴勒斯坦那边 去遮掩一些关于尾巴的历史 我不是遮掩历史 我经历了新一页 那一刻是很震撼的 有句话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当时我认识了一位当地人 他也跟我说 他也听了我计划了这些 他也跟我说 犹太人也有句话 Human's plan, God laughs 你以为你做了一些计划 但是 没有东西是在你掌握之内 我想那一刻你最大的 以往你做一个节目 这次你还是打算放弃过程 放一些影片 你都没有想过当作一个 以往你两年前去以色列 做一个旅游特册 没有想到这件事 但是后期整件事就反转了 后面那些剧本你是写不到的 因为你下一个小时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是没用的 你计划了什么 我之前计划了那个行程 我还在问我 我应不应该今天去 还应不应该去巴勒斯坦那边 我问我的朋友 我想他的感觉都是 你还要问吗 打了仗响了警安 你还要问我们应不应该去巴勒斯坦那边 他说肯定没有 所以全部东西都要打乱了 本身是想着旅游片 可能会盖上多一些历史的角度 但是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就变成了一条走难片 譬如说到你回来香港 你的心还留在那边的原因 是因为后面就有一个初相式的朋友 你后期也有跟他一个市长 虽然认识了无奈 他的男朋友也要服兵役 你看到那个女朋友 我都看到他真的很不安 很不安 而你想过我回来了 我人生安全保障了 但你的心其实还在那边 那个感觉从来 我相信你过往的影片 是没有发生过的 你要回来多久 我首先在那边的感受 实在太深刻了 而且刚刚认识到那个新朋友 看到他要经历这样的事 其实我跟他相差的年纪也不算很多 他想做的事 我也有差不多想做的事 我也是最近在创业 实际上我们认识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合作空间 两个都是为自己 来着创业的梦想 在奋斗 而认识的一个地方 接着我就看到一个反差 我是很幸福的 我可以继续 他还在跟我说 I'm so sorry I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我心想你还在跟我抱歉些什么 我是游客 我经历这件事是一天的 而我不知道你将会要面对这个冲突 你要上战场 然后要经历多少时间 我就体验到 我在一个新长的地方是在香港 而他就是要上战场 大家都是同样梦想 差不多的年纪 是很深刻的 我回到来 其实我心情一直都没有停下 就是脑子不断转 好像一个硬盘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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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时我回到来 其实我就是觉得应该要用尽我一切的方法 用尽我懂得的所有的知识 知识也好 经验也好 我剪接的技术也好 在YouTube上的平台 全部希望可以尽快让大家知道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当刻其实很难要一个香港人对中东的历史有兴趣 但是那个时刻出现了 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 要告诉大家 其实中东是发生了这么复杂的事情 还有战争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远 很难找到第二个机会 在你准备真的要离开那个环境里面 你是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事 你终于在一个战争的范围 外围那里去感受到战争 而你其实那刻你真的在人身处那里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究竟我还要继续去看那个 当然你有一个行程要回来 但是在紧缘的时间里面 你在那个城市里面 你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内心感受是很复杂的 我要先顾自己的安危 这是首要的 我要想想怎样离开 怎样保住自己的安全 还有那个处境是否一个 我需要预计离开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心情也有在想 你们平时是怎样过的 就是住在这里的人 基本上你在中通这片土地 还要在以色列 你们是怎样过的呢 平时 是不是日常呢 因为我有到街上 虽然很刺激 但偶尔遇到一些犹太人 经过会和他们聊天 然后我问他 我现在的处境应该是怎样安排 作为一个游客 然后他说 no big deal 每过几年又有一次这些了 因为当时其实未知 已经搞到这么大单了 那时候他们的反应 就是告诉我 其实战争是他们的日常 有些冲突是他们的日常 所以已经看到一件这么大的事 都可以觉得是no big deal 是怎样的生活 这是我其中一个 我觉得我会在当时想的事情 你在一个城市 看着你周遭那些人 男人就要去服别人 女人 整个城市 当你用一个旁观者去看他们 你的感受会不会觉得 他们是很害怕 还是很习以为常 还是会和你面对同一件事 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就是他可以很平静 只是不开心很丹 就像女主女朋友那样 Shear 其实他不平服 我刚才说的在街上那些人 他们未太清楚 他们不是在电视机面前 看着那件事发生 他们有个习以为常的态度 给了我看 但是Shear和Boss 我认识那两个新朋友 我就去了他们家 他们看着电视 看着整件事 evolve 他们看到那些画面 他们就翻腾 你看到他都说 My blood is boiling Boss就很愤怒 Shear也是很愤怒 但是他没有东西可以做到 他们那一刻 我感觉到那种感觉是无助 很想做些东西 但是你没有东西可以做到 你只可以留在家 因为当这些事件发生了 政府给国民 就是你要留在家 第一留在家 之后的步骤就是 你要征召你上战场 没想到这件事竟然在 这个世代里面 竟然很亲力去感受 大家只要隔着那个芒 去说新闻 说一件事就很容易 你真的亲自触碰那件事 那个感觉是最厉害的 你已经不是第一身 不需要跟着战场 如果你见到血腥 可能更加深 而且我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男女朋友 然后男友被征召上场 旁边的屋是怎样 其实基本上 全意识别的男生 都可能是适合上战场的 都被人召召了 其实是有 百亿的故事 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观察了一个 但是你 譬如说 我的安全 你始终要保障你自己本身的安全 你终于可以很安心上了飞机 但是当你飞起飞的那一刻 你要再看这个国家 你的感觉是怎样 要离开这个 但是你的心一定是还留在 是的 我会觉得 我一来松一口气 同时觉得会不会打了我下来 即是飞起飞的时候 我也有害怕一件事 其实如果它因为有一个导弹 就会成为一个新闻 是 但是没有衡量过 risks和probability 无论也要拼拼这个五成的机会 我可能走不了 如果那班机会不会走 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 战争一发生的时候 有几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电视台 尤其是机场 因为机场最容易被人挟持人质 尤其像我们这些游客的身份 地都挟持当时的市民 有些他不杀的原因 就是要拿来谈判的筹码 尤其如果游客 是更加是一件很值钱的事 他真的近乎要什么都可以 所以当时我逆地之处 我是来的 感受的危险 真的比当地人更加危险 是的 是的 当时在机场的时候 我们听到有人叫 有警号发生 我一开始以为 后来好像说 有一发弹箱 撞中了机场附近 撞中了这个城市 所以他们真的有目标过这个城市 如果那一刻不走 我觉得不是名字之据 所以我也决定了 一定要离开 对 危险太大了 我不知道 可能性未必是很高很高 但是如果发生了 后果实在大得太厉害 如果这样 可能你很快要稳定 中国领事局 如果万一离开不了 OK 譬如说说回这些 先回来 我看你也出了很多影片 当我重新看完你的影片 给我的感觉更加强 但反而有一件事 从你的频道 我重新了解你明仔这个人 我看到你第一条影片 很厉害在什么呢 有个人在镜头前做一个直播 他可以说话的节奏感 和不是这样对镜头说 你也有演说能力 你很强的 你在说我的频道第一条影片 第一条 我还记得动起直播 十几年之后 你很熟悉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厉害 第一条影片也做到这个效果 就算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懶音 很多 我觉得你是自圣康源 但是你的演说力很强 你知道哪一位 升高快下来 然后到门后又再升上去 你很厉害 这是因为你在电视台的训练 还是你本身觉得有点反应 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大计算 我猜就是因为这样 你够自然够真诚 你真的想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没有计算 就会出现这些效果 加上有剪接的帮助 所以所有东西来得好像很真诚 我想大家看起来 觉得自然就是这样 而当初我为什么会做这条影片 是因为我十几年前 有一年做暑期工 去了一个电视台 当时郑敬基就是总监 他不打不撞 聘责错了我 我上去了 然后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部门 我一进去其实是补天气 我知道 我是不懂天气的 其实不要看小报天气 报交通消息 这些就全部要学习那些 即是说话的咬字 其他东西就很重要 有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 报天气 这样 但我没有正确训练 你这样 我一上场就已经要站在六角导演 才去指 对 那边说 其实也有稿 那份稿就是我自己打 而我怎样打呢 我没有正确训练 我早上要听七八个不同的外国人的天气台 看看他们说什么 其实都是那些东西而已 于是我就要把它变成中文 然后打了在电话上 我就站在镜头面前 扮到自己好像很懂的 跟现在没分别 然后我就说说说说 有机会可以做到天气报导员 交通报导 然后又可以去新闻部 因为他们配音的时候 整天都踢了一脚 不够人 我又没有工作 做起来 你需要我帮忙 你需要我帮忙 但你要教我 他教了我怎么去录音 还有基本剪接 有写稿 演出 拍摄 各种东西都有机会 涉足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 但每人都懂得 就开始了 可以允许我做YouTube频道 譬如你做YouTube频道 我知道你的频道里面有几个过程 除了你早期有自己DIY的制作 自己的内容 后期变成一个旅游节目 再现在就是讲历史 整个演变过程 这十一年来 其实你是转过程 不然我想讲旅游 我就做旅游 还是你也有计算 我真的很想在这方面 我想想如何做大 做这件事只有两条路 一我不管你点击 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二我真的要看点击的做人 那你制定内容方面 是哪个方向 我觉得我两边都会看 如果我要给一个比例 我是九成自己 一成是看观众反应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自己的频道定位 每转一样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我一定要喜欢 因为你做那样东西 未必会有成果 如果长期没有成果 但你又要继续做 唯一能够令到你这样 就是你本身喜欢 没有钱没有成果都不要紧 我本身都可能喜欢去旅行 所以要见识一下 然后我就会基于这件事 但是你也要留意一下 观众市场上的反应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隐藏的需求 是不是真的会 喜欢看这一类型的东西 还是没有太多人去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可以扭一扭自己的表达手法 来符合到观众喜爱的表达手法 那你就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又是一样观众会喜欢的东西 你给我的感觉非常清晰 就是说你做旅游特册的时候 有三个方向的重心 第一幻想 见证和反思 幻想很重要 我想去就去那里 就是前一部分 第二就是见证 见证就是你已经到了 第三是反思 反思就是你去完再反思 但是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在每一次你旅行的过程中 是不是真的觉得 记得我这次旅程一定要去那几个点 如果去不了那几个点 回来未必有足够的内容 还是你会觉得我先去那里 去到就自然有内容 是的 因为内容其实是 一来是那个地方 二来就是我的体验 我会界定内容为之 这两个东西合起来 如果我去那个地方 我会讲那个地方的背景 历史 我见到的观察 但是我也会在里面有某些经历 可能和当地人会聊天 或者和导游聊天 或者我不见了一些个人物品 就算你说我去到的地方 他没有开门 我失败了 这个也是内容 就是我自己去经历 这件事的时候 我失败了 你说你不见了 其实我看过你的访问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可以借着你说的内容 或者节目里面 去看到你对世界的价值观 你可以对每一件事 你说不见的当然不开心 你可以不见电话 旅行当时 每个观众都看到 行李箱也可以不见 行李箱也可以不见 你不见背囊 不见 可以说得出的东西也可以不见 但你很快就会 都要继续下去了 尋电消购 里面的衣服也不值钱 买过 带得旅行的 也只是几百元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好教材 可以给听众听 如果万一 不要教 我不想教他们不见 不要教我 就真的 在你身上 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性 你可以给一些不开心 或不开心的东西 都可以回馈 就会变成一个答案给他们 或者是一个人生观 价值观给他们 我妈就不会认同你的 我妈就会觉得 你这些是杀賴 我外母都常常打来 你经常不见 那行不行 你带我女儿去旅行的时候 你会不会不见她 她常常问我 说远一点 其实我也认同你的 为什么 有很多人 譬如大家 不论感情也好 人生也好 你很精彩你的人生 很有哲理 两个钟头都说不完 哇 很有起伏 很有励志性 你问10个被访者 10个都会说 我不想的 你比我 我宁愿平凡些 对的 你其实是说中了我的性格 我其实也是后期才发现 我自己的性格是这样 我常常不见 而且是一些不是等闲 你去旅行 你可以不见巴士 你不见了整个行李 你这么大 我自己在记性 我在处理过艺物品的方面 我是弱的 我是弱志级别 但是我消化一些灾难的能力是高的 首先我能够找回我失去的东西 我能力上是在的 找不到的话 我消化的损失是高的 你总要有一样要平衡自己 我觉得这东西 其实也反映到我在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的性格 性格特质 如果你比我来说 我没有你这么扩折 我一定会很不开心 我真的不想自己这么不开心 怎么说呢 我可能对每一件物件都很着紧 可能我自己看得及执着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觉得你是对于那些物品执着 还是你是不能原谅自己犯这些错 可能我对每一件物品都要有历史 这支笔是我儿子送给我的 我失去就会很好 就算这支笔只是几元一支 我都会很着紧 如果你被我失去 我会怎样去找回来 我也会想怎样去找回来 但在着紧的部分 我可能就不够了 这些部分我真的要学一下 不要紧了 有历练是什么 有受伤害 我自己怎样去说服自己 不去太紧这件事 其实就是我去旅行 不见了一样 belong to自己的东西 本身已经不开心 如果我带着个不开心的心情去一个旅行 我会觉得是第二层的loss 第二种不开心 那我的止蝎机制便会啟动 你虐一东西就好了 你虐一东西就好了 虐一东西就好了 虐一东西就好了 那不是很不值 那这个是止蝎的心态 对于我来说 如果你这么多次 会不会已经盲目了 你已经看到了一个后备机 可以了 我已经有感浪了 我会用尽我的方法先去找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很短时间里消化一些 那些平常人都应该觉得是着急的 我亦有听过 很多时候有听众都会留言 留给你 不如试试说一下香港历史 其实当时你也有说过 香港历史迟早都会触碰一定要做的事 但当我听到这件事 反而我会令到我 你够胆碰 敏感 我不讲近的那些 我讲远 因为你讲西方历史 讲其他那些 因为大部分都触碰不了 你讲我顺利 因为你带我游世界 但当你一个土生土地的香港 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历史 每一个地区有人参加历史的文化 如果你讲过历史 讲过文化的情况下 可能你下面的留言板 会有更多不同的留言 变成了一件事 我也很期待 但又觉得 你这样也敢做 其实我觉得 以前我尝尝可能会想多几步 但我觉得我经过了 被大全城围插之后 理论上那些人会觉得 你应该会学清了 但我是有消化一件事 然后得出结论 我现在的人节 我仿佛好像是免疫了 我预计了 接受了会有不同的声音 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而你是避不了 既然避不了 你不如拥抱它 所以我自己去掌握不同的历史题材 其实我们现在的品牌 就是想在我们的平台上 说一些东西 然后可以制造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那我就如实表达 A是这样看这件事 B是这样看这件事 最后你作一个什么 道德批判、对错 我觉得交给观众 我信任观众有智慧 可以作到知情批判 最怕就是 有人会对一些事件做批判 但他中间是没有 context 纯粹可能是 我听过一个人 我很喜欢听他说话 然后他说是这样 所以我就作了这个批判 我希望给底层的原因 让他可以具备一个能力 去自己作一个思考 然后到他自己的解决 因为香港听到很有趣 你问他是不是很了解的大方向 其实大方向 尤其是你拍摄这么多段影片 一定有一个结构 很强 这个不怕被人挑战 他最擅长的就是在世卫 那些世卫里面 忽然说 其实那个地方 那个点观不是这样的 很棒 有时我们很难是无所不知的 当然我们要有责任提供内容 要给一个最准确的资讯 但因为那件事 可能就算你找一个学者 他都会有些小的缺失 他不清楚 这件事是接近的 很容易就说 不错啊明仔 这样就会很快地 我其实很欣赏这些 如果我真的有地方错了 或者原来有其他角度 有些人觉得 都有很大班的声音 在想这件事 其实我是很欢迎他们 在留言区告诉我 因为我一条片的片长 其实十多分钟 我是不能够说完全部的事情 而我想制造的东西 就是一个讨论的空间 而是大家不是就这样 互相漫画就算 而是真的有 context 如果那个人指出了 另一种角度的东西 然后他又提出 context 我觉得是很可贵的一件事 而我要做的事 就是守护这个文化 譬如说我自己 也是做出版出身的 我真的有一件事 很佩服你 你这片 你会是 虽然做你自己 喜欢做的内容 但其实你又会顾及 观众的感受 你的感受是做到 我想相信 如果是香港YouTuber 来说 你可以这样说 用无味不至来来 用我的标准来说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说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简单些 十多二十分钟 给你听 然后我不够 一个懒人包 九分钟 好吗 不行 我再做三分钟给你 哇 你可以这样 因为如果我做出版很简单 寫本书就容易 寫一个短篇也很难 要精彩 四格漫画更加难 起 成 转 合 四格要表达整个故事 一幅更加难 即是有意境内容在里面 你可以将这个结构 透露到做一段片 同样地一样是困难 而你是完全耍你自己 说完历史 还要给个懒人包 懒人包 懒人包不够 就是再一个精简的懒人包 我觉得你是很辛苦 你还要目标一天一片 一天一片 你做这个服务 你都不行 回到我刚才说的一件事 一件事那么辛苦 我怎么可以持续下去 就是因为我有partion 我喜欢整理事件 因为我自己 另外一件事 我本身喜欢学习 我发现其中一个学习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我见过有个名人说的 不过他是英文 他说 Pretend as if you have to explain it to someone else 这个 当你要假设自己 是要把你学习的东西 说回给第二个人听的话 你自然会开始预期 人们会有什么问题 会问你 有什么流动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故事 没有回答的东西 你自然会想 然后再去解释 通过这个过程 你就会对议题的认识 又深入一层 所以我自己当成 我帮到别人之余 我亦都帮到自己 为什么会持续 这么麻烦的事 我都会做 其实是互惠互利 因为在我心目中 你的影片是很 製作 算是很高水平 因为你不单是自己 说要图文并茂 有影像 还有图片 还有自己DIY的图片 还要套字幕 现在这几个月 已经有团队 我看到有团队 但之前你说 对自己整个制作的选耗 是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个压力是令到 会不会到第二第三个 你的奶包 好像慢慢被观众带走 你为了他而做 我不会这样看 我喜欢这样做 还有我现在做的事 我觉得虽然他辛苦 但我看到他有很大的价值 是 因为其实我很希望 制作一个平台 给大家了解更多的 context 才做道德批判 首先要软性地 让观众愿意吸收一些资讯 我自己观察到 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份子 我以前不会怎么看书 我小时候拿起本书 我就想睡觉 看基业也不行 但到后期我喜欢看书 我喜欢历史的时候 我就开始问 我是怎样由不喜欢 变成狂烈 究竟是怎样发生 我就是通过这个 问自己的过程 我开始想到 怎样去跟不愿意 拿起本书的观众去搭线 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 会接受什么的吸收方式 我就开始去放在影片里面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我讲得有趣 我将它精简一点 我不将预设 放在我教育你 我是谁 我怎样教育你 但我有我的故事 能力去打开你 对于这件事的兴趣 因为我喜欢看 一定是他有某部份的乐趣 只不过乐趣 还未跟大众可以搭线 我就要找那样东西 找到他们自自然 然后就会有个门栏 想自己去揭开一本书来看 所以我看到有个价值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一步 一来我学到 二来我可以打开这个价值 所以我就继续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以这样说 整件事是从一个 你不喜欢 你是不能捱下去的 亦都做不到 在我来说 用个捱字来 在你来说 但是如果 套用一件事来说 在你建立一个平台里面 你很急速地 成为一个 前列搜集的一个频道 但是在19年发生的公关灾难里面 到今天可以用高低起落好门牙 但在当时来说 就是惨不忍道 可以用对理来说 正如刚才我说 当我去理解你个人里面 我给你最高的评价就是 你可以面对很多问题 你是能解释得到 你还可以如何化解 你想我精简地说给你听 还是详细地说给你听 但是这次的公关灾难里面 我感觉到当时 我看回你的影片 你好似是将你人生里面 所有的武器都用了 而我打算怎么用呢 糟了 我的兵器库还有什么 跟别人去招架 这次的冲击是令到你 当开始发现 我兵器库不够兵器 还有套用你不生的智慧 可以用这个字 去到这个关口 你可以用你人生 你的学识范畴的智慧 我如何面对这个难关 如何面对这件事 我反而 你有很多访问都说过 整个过程 我反而想知道的是一个世卫 当时你的心情 当然我看到你一天一天一段片 我今天是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第四天 心情是如何 但是回头去想 当你去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但是你跟别人那年又发生了疫情 你要将它跌了的频道的人数 再推高 再要受另一个社会冲击 这段时间 这半年至一年的沉定期 你是怎么过的 我看回头 我觉得是 个人上来说 我觉得是非人生活 就是每天 刚才你说的 用信我附生的智慧 武器 全都拿出来 想想 究竟我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 我自己就是看自己 重新认识自己 就是发现自己的武器 不够 智慧不够 那我就要在那半年至一年 去购买一些新的武器 可能就是制作动画的能力 还有研究一下自己 过往十年 为什么会相信 未来可不可以重新发展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重新定位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就开始当一个新人 Refresh 你看自己有什么能力 去继续做什么 如果回望这个阶段 老土地说 是帮你成长的 有的 其实是逼我照镜 你是谁 谁是明仔 将你的膨胀位 再收回你 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也有的 有帮助 还有 其实是各样东西 你膨胀的话 要收回缩 缩得多的话 要再膨胀 其实是找回一个 适合自己 在一个这样的 整个世界 在你围着你 都失去的情况下 如何你才会是一个 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或者是一个 未来有方向的人 那就要照镜 我真的用一个很 我当自己是一个 灵魂出笑的过程 去看自己这个人 的能力 兴趣 强悍在哪里 我就很无情的 对于自己 我会尝试去 看看你还有什么 可以做 当你认为 其实面对很多 风吹雨打的情况下 在那一刻 你还没想到方法 去走出这个困局 家人是否成为 你最强的堡垒 是的 家人 我爸妈 我哥 我嫂子 朋友 我自己意识到 我有多么幸福 那一刻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事件 发生在我身边 对我来说 是不幸事件 但是 我觉得 好在我有这群人 我老婆 她也很支持我 虽然有很多朋友 不能明支持 但我知道她心里是支持我 其实你太太的心情 一定是在你身边最接近的人 最忐忑的人 最忐忑的人 而你在那一刻 终于 我相信你那七至十天 有一个会说话的人 就不会再说话 很少说话 那十天 我头七天 之后我就开始这样说话 这是我的天性 但那七天 其实我一直和我老婆拍拖 她的性格一直都会比较依赖我 她会想我主导很多东西 去计算 但是去到那一刻 那七天 她是完全上场 可以 等我来 我帮你支持 她变了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那一刻 我发现到 其实我真的超级幸福 我仍然和她结婚两个月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 我跟你婚礼的誓言 一个很大的考验 即时考验 是的 我记得那句誓言 是说 我不是很期待 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我知道 我有看到你一下 我是觉得 我想要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可以跟你一起过 我有这样的经验 那就足够了 那两个月后 就立即发生了 一只嘣嘸嘸嘸 你一直都形容嘸嘸嘸 你去战争 我真的给你一个战争 我真的给你一个天塌下来 所以这句说话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对于我心目中是更强烈 OK 好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过去 你要想想 你也要想想 OK 沉淀了下来了 不可以再退下去了 要站起床 肯站起床的过程 我看到你去旅行 去重组你自己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将会如何爬起床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整套计划里面 算不算 都是达到你自己的目标呢 我觉得 在那套计划里面 也算的 也做了我想 那你很本事 你可以真的立即想到解决方法 然后立即扭转了这个劣势上来 又不是立即 通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到的 还有中间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大家看不到 大家只是看到结果 那你那个感觉是如何 当时 失败的时候 是 或者你不停重组 或者我如何抵御 抵御之后再逆流而上 我会 那个过程 我会觉得 我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底线 很可贵 其实将来我知道我抵御任何危险 我要去购乱的话 我会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我可以拿捏得OK 不会受到因为一些压力 而令我做不到一个名字的选择 这个过程是改变了我自己 但是当时长时间 都是很交战的心理上 因为我是真的全入了去 去学一样新的东西 然后用了我懂得的技术 这十多年学了的东西 去尝试重新我的东西 但一直都没有成果 而那个没有成果的原因 客观看回头 就是因为那时候 真是PIR crisis太大 但是 我尝试和自己说 不要给这个做我的藉口 反而你用这个来做机会 就是说 你还没有能力 令到不喜欢你的人都看你 那你真的不够好 那我尝试就是最厉害的角度 去逼自己 在故事上也好 自己制作的workflow上也好 继续要去进步 因为我知道 你很少可会有一个机会 是这么厉害的 如果你能够催眠自己 说这个是常态 你在这个时期 你会进步到的幅度一定会很大 那我就先骗住自己 是你的东西没够好 继续做吧继续进步 当然有些东西可以先回答 而且我也有和自己说过两件事 就是如果你连这一步都过不了 那其实你根本就证明了 你没有能力在这个行业生存 不如你早点知道更好 你可以马上做一个决定 你转行也好 做其他事情也好 我亦有反思过 过往其实我出事的次数也不少 每一次都是看回头没什么感 我很相信2019年 为什么我过了一个星期后 我会开始放下 就是我都知道 其实五年后看回头 这件事应该都不会很重要 我无论在这一刻放大 因为这一刻放大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也会影响自己的部署 不如我预先把它放在一个适量的大小 那你会容易过一些 而且你会快些走出阴霾的时刻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那个过程就等于你第一部影片 你第一部影片 你会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在一晚或者几天里面 有这么多留言 当时你会有一个无形的魔力 去着迷 你可能一天两天 什么都不做 很享受下面的留言 跟别人 当这些东西变成一种伤害 是令你很不开心 你扭转这件事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答案 这么简单 是的 就是它可以令你几天坐在那里 做好人才 他这样说 你跟别人攻你那一刻 你就会非常非常大 其实再回望 其实整件事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过往十几年 其实的心态也是一样 我就是意识到这件事之后 我会对自己进行一个训练的 就是有一个态度 就是当东西很顺利 好碰的时候 Be calm 不要太过致满 也不要停留在成功太久 你要做下一条影片 你要做下一件事 如果东西变得很低的话 就是适量的reflect 但你不要浸淫在失败 为什么要这样 你便做下一条做得更好 总之你有下一步 其实你之前的所有事 你都可以即場把它淡化 很多观众听众 可能会觉得 我们现在两个所说的 就是一些很简单很老套的事 但其实一些不老套 是有一个方法 就是刚才我所说 把好的东西扭转去攻击你 就是同一样 它也令你那么大 你怎么能够把它放得下 其实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如果我多工作 有工作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 那件事 你便放下 你不看那件事 你便放下 其中一个效果就是这样 譬如说 当你这么多人工 你是因为 你仍然要为了这件事 会继续去生产 做下去 等于我第一段影片 我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那时候我拍完第一段影片 我没有时间限制 便可以看你的留言 如果当我成为一个 要固定出片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你的留言 我看不完 看不完便攻击不到你 这个很简单 等于你一个地方 你想开心很简单 你不上网 不看电视 不听收音机 你很开心 我其实喜欢看留言 如果是一些有建设性的留言 我是想找来看 因为那些是我进步唯一的机会 如果我没有一个确实的feedback 我不知道我是做得好不好 所以我不介意去看 但看完消化完之后 我便会移动 我便不会停留在那个位置 好 另一件事 当你过了这一关 在这个过程 你终于到哪个位 终于上回去了 我定了 它不再跌 或者停下跌 再上回 其实那一刻 我没有什么可以做 只能做内容 是等的 你不会为了那个数字 而再着紧 你真的能做内容 由内容那里 带上去 是否这样 我过往也不在意 数字 现在我会对数字敏感 但不是因为它的数字 高上我很开心 而是因为数字 反映了的东西 而令到我会开心 譬如你刚刚所问 就是数字回到上去 我的心情是如何 我记得那两三年PR crisis之后 就是我每出一条影片 那些数字会跌 那些数字会跌 订阅也会跌 订阅也会跌 留言也会跌 engagement也会跌 你每出一条 照计会升 但那一刻我会不开心 原因不是因为数字跌 而是数字反映了给我看 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萎缩 我在做的事情 好像不值得你投放时间 长时间下去 因为它是一件没有将来的事 而不是现时的数字 令到我不开心 所以同一个概念下 当我看到第一条影片 终于不是负增长 我是很开心 其实那条影片的观点 只有两万 不是什么大数字 过往十多年做 其实这两万是 nothing 两万观点 但是那件事是代表了 我们的频道 已经不再是负增长了 因为它是健康 即是仿佛好像患癌 本身是患癌 没有人会出片会跌 好回了 那是不是已经熬过了 熬过了 那一刻我只是想走出天台大叫 都经历了两年 不断去天天学东西 出片 天天做健身 然后没有腹肌 天天做健身 你还胖了 在两年 是很难持续的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做一件事 我真的很喜欢 但是我也想有成果 我不想浪费我的人生 我也年纪不小 有家 所以那一刻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如果看到我真的出天台大叫 为什么这个做了十多年的YouTuber 会因为一条两万多的视频 会开心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数字 反映了的事情 就是终于是有将来 我就觉得你去到这一刻 描述到这一步 真的用非不密所形容 你只要你自己才知道 你当时那一刻的感受 是多难过 是多难过 不是怎么过 但是就说过了 始终之后就过了 大家又再看回一个 哇明仔 很厉害 你不着急 人家就看着你的数字去做人 而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说 每一个人到今天 好像穿了摩 穿了米 我要做一个YouTuber 他很不想 都自己是不自觉 很想做一个YouTuber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 其实你认为做一个YouTuber 本身 由你当初一个人 做到现在 其实在整个过程那裡 你是不是对于 流量脈脈 这四个字 是一定要有一个窍门 你才能生存到 我觉得以前不用 以前可以纯粹跟着自己的 passion 我之前也试过 我说我狗一 狗跟随自己自我中心 一看市场喜不喜欢 你喜欢的东西 那就可以了 但现在 2023年 如果再去做YouTube 我觉得 你要对流量脈脈有认识 起码有一个基础认识 你才能生存到 除非你也是为了兴趣 有没有人看你也没所谓 也没所谓 那也没所谓 当初可能你会这样想 因为你只是一个自己 我自己做自己 又或者有些货金 或者收入赤帐 你都觉得可以 像你所说 开始有了家庭 有了家庭 后期就想什么 就想团队 如果你觉得 你要做更大的收入 就要做更大的生产 更大的生产 更大的生产 譬如我自己也试过做生意 譬如我做生意 整体收入盈利 三分一一定原材料 剩下那些就是成本 剩下那些人工等流伙伴 再剩下三分一的 希望有三分一是利润 如果作为你现在的团队 会否控制到 你也是我所说的 一个这样的比例 我控制不了 比例就失控了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坏坏 那你整体成本也有一半 我现在还没收支平衡 没收支平衡 其实基本上 我自从PR Crisis之后 我都没试过有固定收入 四年 我一直都在吃老板 在烧着 但Coco就说 明仔月入25万 一早就花光了 还有那时候 那时候存回的钱 现在在那里剩下 但是我自己在疫情期间 你没有钱花了 你没有出街 我发现我自己最大的钱 就是花了在製作上 那些是有限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制作 但现在我发现 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 我希望再去进步 将它扩大 一定要依赖其他人的帮手 依赖其他人帮手 你要找人要资金 要资金的话 你要开始了解到营运YouTube 你也要负责任 因为如果一个商业 他不赚钱 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商业 他不是一个自我持续的商业 你扩大了这么一刻 他会突然没有了 还有很多很talented的人 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我都要为他们负责任 就是我要确定这间公司 不会转行加入了 之后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自己要正视的东西 我发现就是 我开始看很多entrepreneur的书 Leadership的书 Management的书 我发现其实YouTube营运YouTube Channel 其实跟做生意的概念很相似 你还是要看供求 其实都是problem solving 你要为市场提供价值 价值是什么 你就要放在YouTube那里 我之前也有提及过 很多人懒看书 很多人有求知欲 你想求知有很多书 你可以看了你就知道 但是一般人也不会拿起来看 为什么 我就开始会写一个列号 因为太长 因为太闷 因为我懒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门槛太高 你可以写很多东西 我曾经经历过写写写写 我写越写越多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那个人 所以我很清楚 我写了 我越写得长就越开心 因为代表市场上 还有很多problem 是未被人解决的 于是我就再认识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problem 我以过来人身份 太深了 我把它发泛为简 我通过自己认识的 太长了 那我就做不同长度的影片 没有时间 那我就写短一点 12分钟 有很多不同的problem 我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解决 有的时候 我就出现了现在的产品 放在YouTube上 解决到市场的问题 那些人自然可以製作 那些人就会有兴趣 这跟做生意一样 就是提供一件产品出来 problem solving 其实我觉得是看你投放多少时间 在下面那里 就是等于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现在找资料 当然是上互联网 但我可以告诉你 无论我做足球节目 或者很多节目 互联网对你的帮助 发现后期原来不是很大 真正最大的是书 我永远都是看书 尤其如果嘉宾出过一本书 你在书里找到问题的内容 他比你开心在互联网找到问题 因为他会觉得你真的有看过 你有研究过 而且那个人写了一本书 一定是他最兴趣的 其实人就很简单 你不要问人家为什么这么成功 其实我把所有成功的东西都写出来 是你连看也不难看 分别就是这样 你可以复制 但因为你不去看 我说了给你听 难道我真的兜兜跟你说 我写了你又问 你又不看 其实这件事就是这样 我觉得书的价值就是永远在这里 书为什么要经过一本书 你可以放上网说的 反思 就是跟你所说的一件事是要反思 每一件事都是要反思去想 一个感受 你触不到嘉宾 你要去反思那件事 你也会让他有一个感受 那个感受令到他一定要 是不是这样 就算哪怕一个访问里面 又或者是当年我不是这样做 大家互动的效果就是在这里 最后一条问题就是 你成立这个不正常研究所里面 理念是和你现在做频道的 音乐空间里面有很多课程 就是把你的经验分享到 变成一个产业 是的 现在我在不正常研究所 将会推出一个storytelling course 也是会教大家 如何去营运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 几个不同的阶段 我一开始是一个失业青年 拿着相机 不打不撞拍片之后 居然隔夜over night success 有人看 然后很纯九年 到第九年 一drop PR crisis就掉下去 到第二次 我要再弄回我的频道 我就中间遇到很多挫折 第一次就是不打不撞 第二次就是真的有方法去试验 我那九年的developed的理论 我希望就是做一个course 可以一来给大家省下很多时间 省下13年的时间 和不用付出这么高昂的PR crisis 失去所有一切的成本 省下很多年来到有一个捷径 我不可以叫它捷径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上 这些是没有捷径的 最快的捷径就是 你尽早意识到这件事是没有捷径 那就是最快的捷径 第二就是我们尝试 会将storytelling的技巧 因为我过往以为自己认识了很多storytelling技巧 因为我有从事电影的工作 但是到了我现在讲历史 讲一些nonfiction的东西 我发现是同一套理论 只不过是不同的application手法 于是我就apply了到之前我两年试验的产品 失败的我又会分享一下 为什么那些会失败 然后开始有些成绩 我就发现开始分辨到before and after 有很多东西我将它 consolidate在一个框架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来 就可以跟到蓝本 它也会了解到蓝本背后的思考 就可以配合自己的目标去做 我现在希望可以分享到这方面 省下大家的时间 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可惜是时间所限 其实我现在制定的问题 只能问到一半 不要紧要 有下次的 不如这样 我试试跟监制说 可不可以接下来再开多一次直播 好啊 这次真的因为时间所限 希望这次的直播 是跟观众自己 有一个直接的互动 好啊 你踏着了引擎 我很想说下去 我自己也没办法 因为始终是一个节目的編排 在这里就完结 很多谢你明仔 多谢你刚才 希望很快很快很快 就要和大家再来第二次的见面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